无所畏惧 畏惧哥 73.11的胜率还挺高的 走你 红夫人的话呢 我们一分钟的预言啊 大家可以根据赔率来尝试搞一波平局 就赔率比如说个5点 5.0以上吧 就无脑冲个平嘛 冲个100分200分的对不对 红夫人的局势特别容易平的 这个阵容打红夫人的话 你别说还蛮不错的 调香尸病患都不怕红夫人 古董伤的话呢 其实也有个飞轮 病患病患你这个可能打不到了 还无所畏惧呢 这套阵容真的蛮有所畏惧的 好吧 这个阵容红夫人挺头疼的 如果不是绝活红夫人 他如果但凡有别的选择 掏个红蝶我觉得都要比这红夫人香 红夫人这局上来抓病患其实已经走远了 讲道理啊 这个开局病患这边只要不吃震慑 就是一个四人开门战 三个钩子交完 妥妥的120秒 对吧 没毛病吧 三个钩子交完 我不说120秒 100秒 100秒就是穷者的一个宝瓶真胜了 这边的话 这个钩可以 其实可以再等一等 哎 那你走远了呀 闪现没中 还无所畏惧 小伙子 我只能说下次再努力了 抬进 压 叶刀 这个鸡倒 我们来看一下外面的鸡子 三台有了 有没有 好像只有一个搏命 只有一个搏命 只有一个搏命的话呢 也没关系 为什么呢 古董商那会可以来打架的 古董商可以来打架的 这边守墓人只要稳稳当当的 将人救下来 下一波让古董商救 救完以后打架 其实也是一个 私人开门战的一个局面 这边的话 鸡子修上 然后 调香师 这边 鸡子也在修了 好的 不吃双挡啊 这边的话 红夫人其实要抬镜子干嘛呢 他 抬镜子 抓病患可以 但你第一时间要去追这个守墓人的 不追守墓人就被求人者压死在这里了 那就看开门战能不能保平了 开门战的话 因为这边病患是个白板嘛 开门战 击倒病患 然后底牌 切船 再留人 他得留的是 桥香师 因为他留古董商 留守墓人 可能都不太好留 这边的话 看谁来救人啊 这边的话果然是古董商来 因为古董商有一定的打架能力 就即便机子不够 我这边棍棒甩两下 也有机会转进 过来 我有飞轮 我怕你个灯 哎 飞轮 好的 然后回身一棍 看怎么甩 等会就 不要着急 对对对 不着急不着急 拖时间 那边61 这边的话 也够了 也够了 打一刀 救下来 好 然后 棍棒先甩 他棍子满棍的话 其实可以先甩 对一棍 再同 好的 红佛这边不能交 其实不太能交进 这个技能呢 说实话 他胆子大 因为我们战地角看到 这个机子是没有好的 万一守护那个机子好了 你这一刀打完 这病患心 大心脏一起拉开 其实是一个稳定多跑了 但他这边那确实机子没好 但他这个镜像焦了 也没打到人 机子压好了 这边穷者开门战的话 守木人有铲子 古董商有棍子 调香师有飞轮 加香水 门也贴上了 病患人都不知所踪了 我只能说 小伙儿 要不下次再努力吧 这病患找不到 病患这时候干嘛 他翻箱子 对了 翻个箱子 给自己留个保命道具 古董商这边再贴门 对 哇 这开门战 这开门战 我都不知道 穷者怎么输 平都不可能平 这病患还摸了一颗球 你敢信 唯一的机会 瞬秒 瞬 镜子瞬秒 抬走这个条箱 好吧 但不太抬得掉啊 这条是有飞轮的 那边古董商点门 病患靠过去 两个人一定能走 守木人的话 这边待会儿 还有一根铲子 也往门边走 镜子 再抬 可以哦 直接传 对 但是这边传过来 门开了 再一个 哎呦 这个子哥呀 但是他有机会 他有机会 因为这个镜子 瞬秒了 这个条件是呢 他如果能看到这个病患 但他要镜子 瞬秒一个有球 半颗球的病患 也有点难 这边的话 什么人过去点门 再抬镜子 过来 找条香尸 最终应该还是一个 多跑 条香尸 这边浇自棋 有香水 什么人边门能开 还是死盯着 这个病患 可能会好一点 但这病患当时 确实古董商 压那块板子 他也盯不了这个病患 什么人这边 过来浇铲子 好的 四跑 四跑 慰懼哥 下次再努力哈 好 啊